河北省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續擴大 1月17號石家莊市新增1地為高風險地區 升級10地為中風險地區 此外 剛在16號解封的邢臺市 又傳出了檢測機構謊報核酸檢測結果的事件 河北省衛健委網站1月17號發公告稱 當天起將石家莊新樂市長塑街道 上調為高風險地區 另有10個地區升級為中風險地區 這疫情已經到加盟口了 沒找了 掌掌 在外面北北省總邀村都有了 你媽 那改死一步嗎 肯定沒死一步 他老是不報死亡人數 我估計一塊報 那我咋 洞多人穿了 你說他沒死亡 這是不可能的 往下奔頭了 外層的頂不來 除不野啊 那都防著了啊 這疫情太嚴重了 石家莊另一個高風險地區是稿城區泉域 之前稿城區增村鎮2萬多名村民 被泉樹轉移到其他隔離點 近期有知情人士曝光 稿城區的醫院也成為了重災區 大紀元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最近 稿城人民醫院的產婦 全部被拉到陸泉區的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隔離 截止到1月13號凌晨2點 稿城人民醫院收治的普通患者共79人 已轉入石家莊市河北一大二院東院區 知情人艾米王透露 她從親戚處得知 稿城人民醫院和稿城中醫院都有不少醫護人員感染 這才是稿城人民醫院大面積轉移病患的原因 親戚告訴她 稿城中醫院14號有兩個醫生確診了 稿城縣人民醫院更多 已經淪陷了 整個搬走了 知情人士提供的錄音顯示 稿城人民醫院情況嚴重 疫情嚴重的河北省 還出現了謊報核酸檢測結果的事件 河北的邢臺市16號剛剛說解封 但17號 邢臺市下的龍瑤縣又爆出 地方當局為加快檢測速度 委託濟南華西醫學檢驗有限公司 進行第二輪核酸檢測 但是 該機構宅姓負責人14號謊報 所有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直到16號 才又向衛健部門反饋 送檢樣本中 有醫管有1比10的混檢樣本呈現陽性 之後在這10人中 發現3人陽性 經濟通知 勸勸確定聽注意 勸勸確定聽注意 龍瑤縣已經出現 死裡確定命令 從現在開始 外列人員確定不能進村 在加州人員一定不能出門 堅決不能進去出門 之前 星台市和石家莊市 號稱在三天內完成了近2000萬人全員核酸檢測 時事評論員林曉輝表示 中共為了政治安全 過分強調速度 很容易出現這種亂象 第一個 他說他檢測速度快 他是要顯示他有能力這麼做 再一個 他就是做宣傳用的 他無論在這個疫情當中 對老百姓如何的管制 打壓 發送各種假的數據和假的信息 他的宣傳是中共什麼時候 都是在為老百姓著想 所以中共的數字 它並不是真實的數字 它就是一個用來宣傳的工具 石家莊全市的解封時間一再延長 目前 石家莊邢台南宮市 推遲繼續封閉管理到19號 牢房市固安縣封閉到25號 但由於確診人數有增無減 很多民眾擔心 禁足的日子還要延長